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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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有借钱 有借钱他要订阅你的借金 就要付一笔钱 你有两个方法可以付的 有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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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有借钱 有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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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通常都不是很贵的 100多200磅左右 因为为什么呢 他是去做个desktop exercise 就是他看一下你家屋 recent transaction 多少 然后他去看一下你家屋 是多少 是怎么样 接着就报回给银行 是值得多少 这个就是 那个叫valuation fee 100多200磅 你当200磅左右 OK 那样东西又是 depend上你家屋多大 如果你家屋贵大 他就收多些 OK 这里我的loft很热 我开一下窗 哇 舒服 OK 那么 Survey fee or specialist report OK 如果你们有看我的home report 很多时候 Surveyor做的home report 就是他可能看到有些地方濕了 或者有些地方烂了 那么他经常建议 你做多些 要找个专家去 去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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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个专家的opinion 那 如果你真的去做 那 那 那些就是 specialist report 那些就是那些讨论 fee 那些就是那些讨论 fee 那些就比valuation fee 那些就比valuation fee 那些 所以 至今 我买了这么多个房子 我没有需要去找个specialist report 我觉得是浪费的 因为我用眼睛 我和你看过 我帮你省了那几百磅 OK 我不会买些property 是我认为很严重的 需要那个survey fee OK 如果你有借贷 可能有个中间人有个企业的 你要付企业费 我接下来可以做借贷的 我也有企业牌的 你们要付钱给你借钱 因为我是在中间和企业的交易 这些就四五百磅左右 它再次依换借多少钱 比如你借一千元的 我没理由收你五百 如果你借50千英镑 收你五百就很划算 所以这个是跟银码有关的 有个minimum的 如果你在苏格兰买 我现在不讲英格兰 是讲苏格兰 概念是一样的 就有stamp duty stamp duty就有两种 一个叫做LBTT Land Building Transaction Tax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就叫做ADS ADS是Additional Dwelling Supplement 如果我们的房子 我介绍的那些这么便宜 全部都不用给LBTT 因为LBTT在苏格兰买正常的standard 是under 125k的 就不需要交LBTT 即是zero rate 是zero的 但是因为那个stamp duty的holiday 就是几个礼拜前 就是announced stamp duty的holiday 现在是250k的 以上才要交LBTT 所以这件事你是不需要考虑的 不需要计算的 那么ADS你就要计算了 ADS就是 是一个投资 这家屋你是拿来投资的 这件事就会apply在你的物业里面 如果那家物业是超过40k的 那就会apply一个straight forward 4% 4% OK 我不细细在Facebook Live说 什么case要给什么 通常 如果你是第二次买物业的 你就一定要给这个stamp duty 或者你用公司去买 你一定要给这个stamp duty 如果你是first time buyer 有机会你是不用给这个ADS的 OK 我不细细在这里说 如果你是本身 这个不是你第一家投资的 那你要给 如果你用公司买 公司名要买 你要给 还有你是第一次投资的 第一次在苏格兰投资 可能有机会不用给 OK under 40k 就绝对不用给 如果property under 40k 你说有没有搞错 John under 40k都买到 有 一房 偶尔都买到 OK 有时买到 不过那些区 我不敢和你们去管理 差太多了 不只是看价钱 就像你买个水果在街市那样 它是很便宜给你 免费给你 不便宜烂烂 我想你吃完都会吐射的 所以我不会建议那些 OK 那么 还要律师费 因为你找律师 在这个Facebook Live 也有些是我的客人 你们都要给律师费 你们几乎律师费是1000磅至1500磅左右 again 和那个property 几复杂 和买几贵 都有关系的 OK 这件事没得避免的 要给的 那么 和律师会和你去做些 在填土厅里 去拿报告 拿你的名字 它是给你给的 这些东西也是不可以避免的 但是律师是给你给的 然后跟你谈的 OK OK